好 全球人的战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庭审的第26天 然后我们刚刚5点钟结束 从庭审现场出来 现在不到5点15分 然后我和我们的盘石农场CEO 青藤在这 先让青藤给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说说今天七哥的着装和状态 大家好 今天七哥的状态非常好 进来先给大家打了都打了很多招呼 穿的是深蓝色的西装 对吧 深灰色的西装 然后暗红色的领带 然后他今天状态非常好 而且中午回来的时候还告诉我们 他大概做了400个副卧撑 而且他是脱掉西服做的 而且满头汗 给我们打招呼 跟每个战友都几乎都会有眼神的交流 状态非常非常的好 那今天的庭审也比较有意思 就是下午是比较精彩的 下午是我们的两个专家证人上场了 但是就说因为我们的专家证人上场 对方的整个的objection非常非常的多 今天的sidebar的总时间大概都超过有 我觉得都有二三十分钟了 有吗 今天的sidebar非常多 今天有一个sidebar超过45分钟 再加上其他的总共加起来 对总共加起来应该有一个小时 你说那个sidebar是因为中间有个半个小时的break 从两点钟 从两点钟sidebar到两点半 两点半 然后我们开始休息 到两点45 他们律师才出来 总共这个sidebar就45分钟 对 好 所以今天的总的感觉就是 对方不想让我们的专家证人上来说话 但是我们专家证人上来 今天表现非常好 其实我今天学了很多东西 一会在后头的评审机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尤其是我们的HDO和HCN 好 今天最有好多好消息 今天我先说第一个 今天上午11点15分的时候 美国政府这边已经结束了 他们的整个证据展示这个阶段 然后在这个最后这一这一刻 他们放了一段视频 就是原来我在推特上也看到过 尾类剪辑过 就是七哥一长串 各种时期的大直播里面讲到 G系列任何战友赔了钱 他负责 N多段把它剪到一起 美国政府以这个作为今天的 这个这次庭审的 他们这一方作证的这个结束 结束语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我想着后面一定会 有机会告诉大家 七哥怎么能做到 让任何一个战友不赔钱 只要这个东西一拿出来 他的这个整个的base 他的这个基础就被打得 就是粉身碎骨 对吧 OK 这第一个 好 然后还有很多好消息 就最近不是有几个这个动议吗 动议今天早上 法官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动议给解决了 对吧 第一个关于这个witness1 说不能作证的 被法官驳回了 可以作证 但是有一些这个限制 比如说什么限制呢 说你这个witness可以上 这个作证 但是呢 你不能说 这个 这个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政府的证人 有什么问题 当然这个还有 还连着另外一个 就是这GTV的受害者 上来作证的时候 也不能说你这个 其他的这个 政府的证人 就是被共产党胁迫的 他有这么一个限制 但是你可以上来作证 可以讲述自己的 亲身经历 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参与投资 怎么样没有被欺骗 没诈骗 对吧 第二个 黑根巴仑 这哥们可以来作证 法官批准了 这太好了 对吧 他是这个 遣返七哥的这个主要参与人 对 然后这个 关于这个 有一个专家证人 之前 检方不允许他过来 关于这个 就这个喜马拉雅的 起交所的这个 出经 就redemption 出经这件事情作证 法官也驳回了 可以让他过来 就此作证 所以所有的这个检方的动议 基本可以说是被被递赖了 对 虽然说给了一些限制 所以他叫 partially granted partially deny 但实际上我们都ok了 对 所以这个今天早上 特别特别好的消息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个 呃 pation团这边又有什么 又有一点变化 今天早上 这个我们 就是我们作为我个人啊 比较喜欢的一个pation团 因为我观察他 他他表情特别多 然后特别活跃 呃 4号alternative 就是备选的4号 我称他亲切的称呼他为 我的小黑哥啊 他今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 法官说他还在一个叫什么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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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离这儿要差一个小时 所以说他赶不上 赶不上了之后 最后决定就是说 他不能来了 就他就被excuse掉了 后面也不会有他了 啊 有点可惜 但是没办法啊 没办法 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 然后今天呃 上午到11点15分之前 就还是上周的这个35号FBI证人作证 然后基本上被c的漂亮的打回去了啊 ok 然后今天下午就是哦 对还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几天前我们讲过啊 庭审最高策略 不占 不要 我怎么说 不占而屈人之兵 我们做到了 我今天才能给大家揭晓 因为检方一直以来 有一个关于这个加密数字货币的专家证人 来不了 不能来 只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他认为他的这个利润 他的已经站不住了 第二个他已经被之前的证人驳回了 你不能再出来 又把你自己的证人驳回 对不对 所以叫不占而屈人之兵 我们做到了 然后下午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个证人 一个是GTV的估值 一个是喜币 就是加密数字货币 然后专家 我给让我们的词义 我也说两句吧 没有 那个已经说了很重要的点了 但是我们真正的 我觉得我们的专家证人上来之后 可以证明我们很多的事情 一个是GTV的估值 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的喜币 我们的HDO 我们的整个 喜马拉雅的整个的生态圈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整个的这套系统设计 会让我们整个的脱离出来 我觉得在一会停后去 去来分享这里头的细节 我觉得又非常有讲究 我觉得刚才清腾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事 叫脱离 我发现就是真的 经过这几次 这么多关于这个喜交所 喜币的作证之后 我对喜币的理解又加深一层 就我们不能用其他任何 现有的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 或加密数字货币来衡量喜币 它的设计 它对于这个使用的这个前瞻性 它对于生态圈的支付的这种前瞻性 这是喜币的核心 对 这所以为什么只有喜币有HPay 有Pay这个system 没错 而其他的币都没有 但是你如果用其他的交易所 其他现有的加密数货币来衡量喜币的话 那你会认为喜币 它根本就跟他们不一样 确实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设计 而且我们本身已经先有了这个使用人群 而我们已经有实现了使用 而且我们的HPay也已经在使用 而且已经达到了这种全球秒道的这种传递 对吧 这个大家都已经使用上了 所以这个这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我们到时候真的好好讲一讲 那既然待会还是咱们几个 今天我们庭审数字就先到这 我们待会去办公室跟大家详聊行不行 好不好 好不好 行 那今天的庭审数字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